正式加磨红袜的旅美小将林滋味 远赴美国佛罗里达之后 首度透过视讯跟国内球迷问好 林滋味上个月展开挑战大联盟资旅 现在已经开始想念台湾的食物了 现阶段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把英文练好 毕竟要跟球员还有教练沟通 一定都要透过英文才行 林滋味说现在已经有想家的感觉了 而且他每天也会和家人保持联系 不过为了早点站上大联盟 这些挑战都是必经过程 没错除此之外各界也相当关注 林滋味到底能不能参加在8月举行的 世界青棒锦标赛 同时人在现场的红袜球弹林俊成 也已经做出了承诺 林滋味一定会参加中华队 来为自己的青棒生涯留下美好的句点